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比较明的就是一般人所认知的爱是什么爱 是错爱比较多 一般人包括现在 一般人所认知的爱大多数属于错爱 那什么是真爱呢 等一下会讲 真的一般人不知道 我明明是真诚真心的在爱对方 那为什么对方很痛苦 为什么子女很痛苦 你不知道你用的方式是错爱 这个真的是需要学习 需要去对比 需要成长上来 你才会知道 现在开始来看幻灯片 以前我们有学员 他还没有结婚 接触我所讲的也没多久 他还是没有真正深入 后来问他你怎么没有下功夫 他说我还没有结婚 我还没有讨老婆 还没有生小孩 那要去修行 我觉得我这样好像太早了 牺牲太大了 我跟他讲 这是因为你的解读 你的认知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所讲的是 开启智慧 你越早开启智慧 你越懂得用正确的方法 来对待爱人 对待家人 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是早日把我们错误的观念之间 改正过来 让我们能够用健康正确的人生心态来对待 让我们的家庭冲突能够大大的减少 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好 这才是正确的 这个就是代表男女之间的恋爱之后 然后准备要结婚 恋爱的时候都是很甜蜜 好温暖好温馨 你是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 你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你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情侣 对 一般都是因为看到彼此的好的一遍 让自己赏心悦目的一遍 所以心花朵朵开 好那就结婚 我们很希望真的就是构筑一个温馨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是这个是真的要学习的 男女双方都要学习 如果越早来听闻我所讲的一些课程 那越好 因为越能够真正得到幸福美满 但在这个过程有很多我们真的是要如实回来面对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成长 如果你不学习不成长 那又很任性 那就会后面就跟一般人一样 结婚没多久之后就开始吵吵闹闹 所以真的是需要学习 好 我们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且呢 又能够不止百年好和 又能够勇于爱和 家庭温馨 家和 万事兴啊 家庭和谐 社会就会和谐啊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什么叫做假爱 这个是在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 然后我们在那里看风景的时候看到 啊 湖边怎么这么多人在钓鱼 你看哦 这个五只钓竿是同属一个人 那个钓具哦 经过什么现代的科技 你看人类用更高的科技在对待那些众生 你看哦 这个算是很小条的 很小条的 有的他看不起眼 他就这个再把它丢回去 但是要将心比心 如果你是这条被钓起来的鱼 你的感想会如何 一般众生 他们心里还没有成长上来的时候 常常是处在欲望欲滩的世界里面 把自己的快乐呢 常常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把自己的收获所得 建筑在别人的损失 你看 没多久 又钓起一条鱼来了 我用甜蜜的鱼耳 让你以为我是大好人 然后当你一吃那些甜蜜的鱼耳的时候 马上就把你钓起来 这个叫做假爱 你看就这样 那你看 那你看 钓上来之后 大家看看 假爱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让众生上当 让众生受苦 让众生丧命 你看 所谓的假爱的世界 是这样 这一样是所谓的假爱 假爱就是这样 前面对你很关心 对你很好 让你有吃 有穿 什么都好 让你实意住行都没问题 然后慢慢的 当你长大到一个情况 就关起来 然后屠宰 这个就是 前面 百分之九十九 都让你认为是好人 然后 后面 只要你满足他的欲望 他是让你来帮他赚钱 这个就是 前面的爱 就是 不是真正为你好 目的是 为 他好 而 这个为他好 他是要牺牲别人的生命 来满足他的欲望 欲贪 这个叫做假爱 这个叫假爱 很多人也许认为说 我不会这样的 但是你看 偏偏在这个社会上 常常在上演 那些恩恩怨怨的暴力冲突 就是这样 这个一样 主人很心情地 养你 让你有吃有穿 什么都给你 但是到后面 就是 让你成为 牺牲品 然后 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就这样 满足更多人的 口腹之欲 前面讲的是属于 假爱 那些 有不良企图 用假爱 去骗别人的人 通常就是 昧着自己的良心 然后去 欺骗别人 去伤害别人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什么是 错爱 错爱 本身 没有不良的企图 但是 这是社会上 一般 大多数人 处在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是用错爱 在运作 所谓的错爱 就是 一般人的 那种爱 觉得情投意合的时候 都很好 都很甜蜜 很温馨 所以这是一般 大家常看到的 这种情况 所以在恋爱的时候 在结婚前 都很甜蜜 很恩爱 看起来都很幸福 对不对 但是 真的能够维持幸福吗 那就要看 你有没有心灵成长 有没有提升 有没有开启智慧 这些都是 大家所羡慕的 温馨 甜蜜的 一遍 我们也祝福它 真的能够得到 幸福 温馨 美满 但是 这种祝福 不是说光 只是一种 口头上的祝福 或者是 一种空的理念 理想 而是真正要得到 温馨 幸福 我们是需要去经营的 是需要成长的 好 我现在透过一些动物的 可爱的画面 然后来让大家了解 什么是 大家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来欣赏 来看 你看 这就是 夫妻 或是恋爱中 或是结婚 刚结婚后没多久 很甜蜜的时候 帮你按摩 还有 帮你推拿 帮你服务 帮你拿洗脚水 然后还有 就是这样 这是很温馨 很幸福 而且真的还有很甜蜜的画面 再来 结婚过一段期间 没多久之后 就开始了 这个老婆 常常练老公 你胡子不刮 你袜子穿的这样 你还不换 衣服几天没有换了 你还不换 什么这个也不洗 那个也不扫 这个也不做 那个也不做 老婆 就常常要练老公 有时候还讲他 你就是好几天不洗澡 你要洗 不然你这个真的这么臭 常常就这样 好好好 对不起 对不起老婆 圣人 结果就开始 以前没有常亲近的时候 还不知道你这么懒 现在知道了之后 常常就要修理你 好 慢慢的 一样 有甜蜜的时候 也有很体贴的时候 但是呢 没多久之后 我是在受不了的啦 忍一段期间就开始吵架了 暂时不要跑 再来 一样 尤其有了小孩之后 以前没小孩 还吵一吵 就比较容易解决 那有了小孩之后 你看 这个家庭 又比较复杂了 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 以前在恋爱的时候 觉得 我只要有爱情就好 没有面包没关系 我看到你 我就醉了 我看到你 我就饱了 结婚之后 没多久 开始面对现实的 更多的问题 结果呢 吵架就越来越多了 再来 还不止如此 如果 老公跟其他女人 在交谈的时候 老婆就在哪里 狮子吼啊 有没有 就这样 就吼 河东狮吼就开始了 以前婚前 是那么的斯文 很有气质 结婚之后 没多久 就练会一身 河东狮吼的功夫 结果 老公受不了 我实在受不了 他很气的 两个就这样 越来越吵 越严重 好了 以前当小姐的时候 是那么的高雅的气质 现在 那些气质 不晓得跑到哪里去 当你常常生气的时候 那老公 本来以前看到你就饱了 现在看到你 他就气饱了 夫妻之间 从原来的恩爱 慢慢的 这个裂痕 就越来越多 所以两个人彼此到后来 都静下来 去想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这么爱他 那为什么总是让我伤心 所以当他很痛快的时候 他就 老天啊 我错在哪里 我这么纯真 我这么善良 我这么爱我的老公 我这么爱我的老婆 你看 老天爷啊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所以我们会怪东怪西 怪天怪地 怪别人 但你不知道 我们自己哪里有问题 除非你有来学习传统文化 结果呢 有的就考虑 我要不要走向离婚单亲化 你看啊 他有考量 要离家出走啊 真的 现在单亲家庭 越来越多 就是这样 当你在很甜蜜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 后面的这些情况 如果没有好好 让自己成长的话 我们用很多错误的观念 用错误的爱 在对待对方 然后让彼此痛苦 让彼此的裂痕 越来越深 而不知道 所以到后来 我什么办法都用尽了 没办法 结果 搞到后来是四脚超天 如果这个人 他有来学传统文化 来心灵净化成长的话 他有来开启智慧的话 那他就会重新来过 就会重新的来对待自己的家人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快乐 自由自在的飞翔 但人又需要相辅相成 人又需要过相辅相成的生活 然后我们又希望能够自由自在的飞翔 这就是有他冲突的地方 矛盾的地方 但你怎么样 有智慧去做到 我们快乐 也给我们所爱的人真正的快乐 这个就是要学习的 好 再来讲亲子之间的关系 一般父母亲生小孩之后 养育小孩这个过程 最初是要保护小孩子 让小孩子不要受伤 让小孩子不要受损 但是后来慢慢的 人的那种一时时欲望 主宰欲会展现出来 我希望小孩子在我规定的范围里面来运作 我爱你 但是你要在我所爱的范围里面 然后让小孩子关在里面 那你这样在里面你唱悦儿的歌 你表现出来很符合父母亲的意思 那父母亲就觉得你好可爱 为人父母不知道说 我们用很多的框框观念 最初是要保护小孩 但到后来是要 让小孩来符合自己的意思 愿望来做 好 那现在你比较大了 给你比较大的活动范围空间 这个小孩子还是在父母亲的 那个意思范围里面运作 他要做什么事情 都要父母亲的同意 或是照父母亲的意识去做 包括要选择什么科系 做什么有兴趣的事情 都要经过父母亲的同意 父母亲如果不同意 他就不能够做他自己 很有兴趣的事情 结果父母亲本来是关怀 关爱是不错 我们是协助子女成长 但是却常常你干涉太多 变成你是在做小孩子的生命的主人 父母亲的错爱 而没有让小孩子让他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所以还是父母的意思 还是照住 那结果呢 小孩子他有时候会觉得 我有自然生 有我想要的理想要去做 但是父母亲认为 那个没什么前途 那个赚不了多少钱 做那个将来会没饭吃 你做那个你将来讨不到老婆 但是他很有兴趣想要去做的事情 没有去伤害别人 但是父母亲却用那种很现实的 名利的价值观 要小孩子往有前途的方向去走 金钱的钱 但是小孩子他里面他有很多的兴趣 或是很高的兴趣想去做 但父母亲却不同意 所以你看 有的小孩子他慢慢越长大之后 他受到很多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社会的压力 学校的压力 结果很多小孩子后来越来越不高兴 越不快乐 到后来得了什么证 忧郁症 那有的是得忧郁症 有的是变成暴力 叛逆 就是这样 因为父母亲 有的是溺爱 有的是太过关爱 然后处处要当小孩子的主宰 要替小孩子出主张 小孩子已经二三十岁了 但是在父母亲的心目中 他好像还是长不大的小孩 结果还是处处要帮他做主 像这样的话 真的这个小孩子他会活得蛮痛苦 没办法真正的快乐 这个就是用错爱的方式 是在对待小孩子 所以小孩子一样 他希望能够让我自由自在 我希望能够实现我的理想 我的抱负 真的我们要去看 我们为人父母 有没有用错爱的方式 在居限小孩子的发展 这个就像 在无边无际的空里面 如果我们跨的那个界限越多 格子越多的话 那本来无边无际的空 就会被我们把它区隔开来 你心中的界限越多 被你所爱的人 他的自由丧失的也就越多 这个就代表 就像一个人心量 越狭窄 越狭小 框框越多的话 那被你所爱的人 他就只能够处在一个 小小的范围里面活动 被你所爱的人 他就越痛苦 我们对家人 不管是对爱人 或是对小孩子 他们如果会产生痛苦 产生反抗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请我们回来反观 我们是不是哪里 规规矩矩太多 局限了小孩 局限了爱人的自由 如果我们框框越多 你看零零角角越多 家庭里面的冲突就会越多 夫妻之间的相处 冲突就会越多 亲子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多 因为他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 他现在只要一飞 就会冲撞到 前几天有人提到 他的亲戚的小孩子 小孩子要自杀 为什么 这个就是为人父母亲 给小孩子的压力很大 期望很大 给小孩子自由自在的空间很小 小孩子很痛苦 所以他会选择要走向结束生命 所以真的我们要心灵要成长 要懂得用真爱来对待 小孩子如果他上大学去了 现在让你自由自在了 但是父母亲常常用一个无形的遥控器 遥控着 这是有形的链锁嘛 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亲人 家人 爱人 我们会常常用无形的链锁 把他牵住 小孩子在其他地方一样 你会常常的要去过问他 甚至要干涉他 所以你看就像这只鸟 它本来是可以飞的 但是因为我很爱你 我为你好 用一条锁链 把它练住 好 你可以玩游戏 你可以在户外快乐地玩 但是我不自由 我处处还是一样 都被牵制住 我连要选女朋友 都一定要经过父母亲的严格把关 所以你看 一般的父母亲常常就是这样 用错爱的方式在对待小孩子 希望小孩子在我可以掌控的范围内 来发展 天下父母亲都会疼爱自己的小孩 问题就是 没有看到 我们用强烈的意思是主宰欲 再局限这个小孩子的发展 那我们很希望小孩子在我可以掌控的范围 来伸展 来活动 所以小孩子 他很多的潜能没办法发挥出来 他很多的理想没办法伸展 他真正想要做的没办法伸展 这就是如果父母亲本身心灵没有成长 我们就会局限小孩子的发展空间 他没办法展翅高飞 他没办法蓬城万里 这样知道吗 这就是错爱 所以你看这只鸟蛋 展现好像很无辜 我如果想要做生命的主人 我父母亲就生气 说我不孝顺 但他并没有去伤害别人 所以真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成长 真的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快乐 我们也给小孩子快乐 这个就像家庭里面很严格的严妇 你看 阳影一蹬 你看 你今天怎么翘课呢 怎么又提早离开 你怎么又没有去上学 回来不问青红照白 揍一顿再说 但是小孩子翘课 有他的原因 大人没有清楚地了解 小孩子没有得到父母亲的真爱 父母亲拼命地在赚钱赚钱 以为说我供应钱给小孩子这样就好 但小孩子得不到真正的温馨 父母亲没有真正了解 小孩子内心的需要 看到小孩子叛逆了一遍 你看就展现那个很严妇的一遍 有的父亲不会严格 是妈妈 很凶 但是慢慢地 慢慢地他感受到很痛苦 大人各方面 大人的压力 学校的压力 还有社会的压力 功课的压力 小孩子 他慢慢地 他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真的这就是我们要去看看 包括夫妻之间 亲子之间 我们有没有用这个 一诗诗主宰欲 错爱来对待我们所爱的家人 这个如果你没有学习 没有成长的话 你是看不到的 真的 一般夫妻 你是看不到 这个框框的 一般亲子之间的冲突 你是看不到这个框框的 但那是存在 只要你没有学习 你没有成长上来 你就看不到 所以你不知道 为什么夫妻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亲子之间的相处越来越不合 小孩子越来越叛逆 一般就是看不到 结果把一只天堂鸟 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让这个纯真活泼 可爱的小孩 渐渐地失去了生命力 很多的潜能 没办法发挥 他本来很有潜能 很有创造力 但是我们却把他的潜能 才华埋没掉 很可惜 所以我们大家来学习 高等的心灵 我们大家来学习真爱 重新让我们的心灵活起来 信量要广大 自己的心量广大 自己也会越来越快乐 当我们心量广大 我们越快乐 也会给我们所爱的人 能够真的快乐 我们也会给我们所爱的子女 快乐自在 能够宏土大展 所以我们需要用的就是真爱 需要学的就是真爱 前面讲的就是假爱 跟错爱的情况 那现在我们来讲真爱 真爱 它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它就是无条件 无所求 我爱护你 我为你好 希望能够给你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喜悦 不是为我 而是真的让你好 让你快乐 让你喜悦 那我爱你 我无条件 无所求 你怎么回馈我 你怎么回报我 那是你个人的选择 这是国际间很有名的 德雷莎修女 像她 你看 虽然她是天主教的一位修女 但是她展现出来的却是 没有宗派 没有宗教的隔阂界线 没有种族的隔阂 没有国界的隔阂 她是波兰人 但她普爱印度各民族的人 她是天主教徒 但她普爱各种宗教的人士 不管你是印度教 回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 不管你任何宗教 在我的心中没有区分 你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 我同样都爱护大家 这就是真爱 那我爱你 我协助你们成长 我没有奢望你 一定要用什么条件 来回报我 就是协助你成长 协助你快乐 协助你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我们的心量要来到 真的像虚空这样的 把我们的心量要打开 我们原来的心量是狭窄的 那我们要来到所有的真爱 真的我们要学习 把我们的心量要打开 要打开 那如果我们的心量能够越大的话 我们的家人就会越快乐 我们的家庭会越温馨 越和谐 空中能够生妙游 这个空现在讲的是我们的心量 我们的心量如果能够真的打开 能够来到很空旷 很广大 那我们的广大的心量之中 能够生妙游 你的家人家庭会越和谐 而且小孩子的创造力 小孩子的潜力 会不断地发挥出来 空中能够奇妙游 能够奇妙游 小孩子的潜能 他会发挥出来 当我们展现出是空的这种心胸度量 因为你要来到真爱 这个心量一定要打开的 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空 但是尽量朝着这方面去做 空的那种特征特质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没有直爱 没有主爱 没有任何二元对立 当然这个是很深 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那个小鸟关在笼子里面 那个就是有主爱 有直爱 那个老鹰关在笼子里面 这是有直爱 有主爱 只要有直爱 只要有直爱 有主爱 被我们所爱的众生 他就没办法真的很快乐 他的潜能也没办法真正发挥出来 如果要能够让自己快乐 也让被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很快乐 真的我们要来到心量要打开 当我们心量打开 你看 我们的小孩子他越活泼越快乐 那活泼快乐的小孩子 他不会叛逆 在真正爱的呵护之下 在有智慧的爱的家庭里面 这个小孩子 他也一样会充满的爱心 充满的喜悦 小孩子不会叛逆 他也又能够实现他的理想 实现他的抱负 所以他能够大捧斩刺 你不要认为说 你现在翅膀长硬了 你要远走高飞了 你现在不接受我的命令 不接受我的意思了 不听父母亲的话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 小孩子他们也会很自责 你真的要放开 让小孩子去发挥 那他们真正的生命潜能 会发挥出来 为人父母亲 你就是做他们精神后盾 支持他 鼓励他 而不要局限他 鼓励小孩子 尽量的去发挥 尽量的去创造 只要不去伤害别人 凭着我们的良心 凭着我们的理性 你好好去发挥 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那这样 让小孩子去创造 去实现他的远大理想 真的你给他 越大的信任 越大的空间 小孩子发挥出来的 越是不可限量 我们要学习高等的心灵品质 这几句话 你们在这几天里面 有学到了吧 有没有 有 真的 这个就是高等的心灵 你要来到真爱的世界 这个是必须要学习的过程 我们要学到生而不由 为而不适 长而不宰 功成而福居 你越是有这种心灵品质 你本身越快乐 我们的家庭会越温馨 越和谐 我们所爱的人 他也会越幸福 越快乐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种高等的心灵品质 我们说要学习要成长 就是让我们从原来的心灵品质 不断地提升上来 迈向高等的心灵 高等心灵展现出来了 就是无我无私 没有任何称心 只有大爱 这就是真爱的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 要成长的目标 在现实的人间 我们怎么样去体会 那种真正的真爱大爱呢 刚才讲到了那个德雷莎修女 也是非常好的例子 像一些心灵品质比较高的 古圣先贤大智慧者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 都是这种慈悲大爱 那我们现在来看 在道德经里面 老子希望我们能够看 这一部大自然的启示 无知天书 大自然有在跟我们启示 什么是真爱吗 我们来看 就像太阳 一般人白天都可以看到太阳 但是不知道太阳 在启示我们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没有阳光的普照 这些龙作物能不能成长 能不能 没办法 所以要知道 太阳阳光普照的时候 就是大爱的流露 一般人没有用心灵去体会 那个是很自然很正常 这个没什么 因为你没有用心灵去体会 所以我们身边很多 对我们很好的人 我们却没有去感恩 当我们没有用心灵去体会 别人为我们的默默奉献 默默付出 当你没有用心灵去体会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感恩的 不知道珍惜的 就像太阳 每天把巨大的能量发送出来 让万物能够逐渐的成长 这个就是大爱在流露 你看这里土地一样 是在流露出慈悲大爱 那阳光的普照 这些龙作物蔬菜 才能够成长 现在大家慢慢要看得越来越深入 不是像以前这样的 走马探花的看 那觉得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是因为我们看得肤浅 我们要用心去看 那些日光菩萨大日如来 在普爱众生 然后让各种龙作物 能够成长成熟 以前看这个觉得没有什么 现在你打开智慧眼 打开法眼 打开你的爱心之眼 你就能够看到 处处大自然都在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默默的奉献 默默的付出 协助大家成长 协助万物结果实 然后不居功 什么叫做生而不由 唯有不是 长而不宅 大自然都在流露出 这样的品质特性 都在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真爱 就像老子 庄子 他们就能够看得懂 能够学习到宇宙间 最高的那种心灵品质 最高的智慧 我们要学的 就是这种 天地之道 天地之心 阳光的普照 长养万物 你看 这个如果没有阳光普照 这些草莓 能够成长吗 它没办法成长的 没有能量 这些植物 没办法存活 所以当我们 有东西可以吃 真的 我们要感恩 天地父母 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 太阳 你把它变成一个人也好 就像一个日光菩萨 他在展示各种德行 来利益众生 但是不居宫 太阳宫宫 工作一天之后 然后下山 下山 我们以为说 下班了 但是太阳他没有下班 他又照射另一方 然后让这边的可以休息 他到另一边 照射另一方 一样继续在利益的众生 所以我们要去体会 什么叫做 要以天地为师 以大自然为师 这个就是你要去看懂 无治天书 非常重要 大自然呈现出来的 就是这种 无我无私的这种爱 流水也是一样 都是在呈现养育众生 土壤 大地也是一样 都是在呈现 掌养万物 来养育众生 不错 有时候会有地震的时候 但是要知道 如果你找到一个星球 没有地震 代表这个星球是怎么样 死亡 那是死亡的星球 没有地震的星球 就是死亡的星球 它没办法孕育生命 但是没办法死犬死美 会有受损害的众生 我们要去承办伟大的事业 我们要不要走路去办事情 要不要 要 那我们在走路的过程 会不会踩踏到一些小动物 会啊 那你能不能说 我为了避免去踩踏到 那是个蚂蚁或是小动物 好 那我什么都不要动 你什么都不动 你也什么都没办法做 我们以慈悲大爱出发 无我无私出发 那如果我们有缺失的地方 我们设法让它减少减小损害 这就是大自然在呈现 天地父母的养育之恩 所有地球上的人民 世界各国的人 都一样都需要地球 这个母亲的养育 而且很多的地震 很多的灾害 是人类的错误对待 伤害所引起的 所以你越看 你就会觉得 这个土地太伟大了 土地绝对不是以前 我们所看的只是矿物 没有生命 不是这样的 这是母亲的血肉 我现在讲个比喻 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现在把整个地球 缩小成为一个人的身体 就像你一个人的身体 我们现在把整个地球 缩小成为一个人的身体 那你我他就像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 红雪球 白雪球 雪小板 这样知道吗 那你身体里面的红雪球 白雪球 雪小板 要知道 他们就像一个一个存在的人 白雪球 雪小板 他们一样 都会进出肌肉 进出骨头 他们会在血管里面 跑来跑去 然后进出肌肉 进出骨头 所以相对于白雪球 或是雪小板而言 我昨天来 你这个肌肉也没有动 我今天来 我踢你这个骨头 你骨头也没有动 所以相对于 这个白雪球 红雪球 雪小板而言 这个肌肉就好像不动 骨头好像不动 肌肉对他们而言 好像你不动 你这个没有生病 骨头不动 你这个没有生病 但是那是因为你的世界很小 你住在一个很小的世界 然后你来看 这个比较大的肌肉跟骨头 你就觉得它没有在动 如果这个肌肉跟这个骨头 它没有生病的话 你里面的这个白雪球 红雪球 还能不能活着 不能活着的 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再把它扩大 如果这个山河大地没有生病的话 你我他都死掉的 这样了解 我讲的都是实相 所以你真的看着深入 看到实相的话 我们处处都会很感恩 而且也会法天择地 效法天地父母的精神 慈悲大爱 这个就是天地父母在养育着子女 无我无私的 不管你是信仰什么宗教 不管你是男人女人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 我都平等慈悲爱护 因为你们都是我天地父母的子女 都平等的爱护 这就是超越所有二元对立 真正的大爱 不是说你是什么民主 我才爱你 你是什么民主 我就不爱你 你这个民主 才是我上帝特别选的选民 我上帝特别爱的选民 没那回事的 如果是真正的造物主 真正的天地父母 他一定是平等的爱护 所有的子女 不管任何种族都平等爱护 水 流水一样 它在展现出来的就是 慈悲大爱 无条件 无所求 很多人都会用这些泉水来喝 那这些水呢 它不但能够长养万物 流到各处去滋润万物 长养万物 大自然每天供应非常多的泉水 给人类来喝 请问这些泉水 有没有跟我们收钱 有没有 这样大家了解 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流水 它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对我们生命的滋润 你看 每一滴水 我们都会很珍惜 真的 它比什么珍珠都更重要 这是我们生命的珍宝 每一滴水 我们都能够珍惜它 感恩它 你越懂得珍惜 越懂得感恩 那大自然 它越乐于来为人类付出 也就是说 越会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现在再来看 连一棵果树 都在跟我们视线 什么叫做 无条件 无所求的大爱 一般人可能觉得这个没什么 你仔细下来体会 你就会知道 他们都在跟我们视线 什么叫做无条件 无所求的大爱 这个是什么树 苹果树 不错 龙人种苹果树 但是真正长苹果了 是龙人在长吗 是苹果树在长吗 对不对 那苹果树 它是借助整个天地的养育 它就能够长出很多累累的果实 它们生命 成长成长 开花结果 然后把这个果实 给鸟来分享 给众生来分享 有没有跟我们收过钱 没有 你不要以为说 问这个没有水平的问题 错了 值得我们静下来去深思 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是真爱 是无所求 没有经营条件的那些局限限制 本来人类是可以活在 不用金钱的世界 在这个地球上 各种动物除了人类之外 其他的动物都不需要金钱 它们可以过得很好 它们的种族都可以茂盛的繁衍 只有人类需要用到金钱 但是你要知道 整个大自然呈现出来 都是无条件 无所求 不用金钱 这就是所谓的真爱 所以我们从一棵果树里面 也一样去看到 什么叫做无条件 无所求的大爱 你看这一棵榴莲 它每年都开花 结果长出很多的榴莲出来 那这些甜蜜的榴莲果实 你看了之后 你都会流口水 它每年长出这么多的榴莲 然后它给我们来享用 有没有跟我们收费 有没有条件 无条件 植物呈现出来是无条件 那有的人认为说 有啊 我去买榴莲 我都要付钱啊 对 你是发钱去买 但是你发钱 你付出的钱 是付给谁 是付给农民啊 不是支付给那些榴莲树啊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 什么叫做大自然 包括那些植物 包括那些果树 他们呈现出来的都是慈悲大爱 无条件 无所求 所以当我们越深入了解之后 我们会重新来看待万物啊 人类才不会活在 一直以人类为本 然后瞧不起万物的这种 虚幻的世界里面 那个榴莲树刚结果果 前一期 采果没多久之后 它不是等来点才开花 它又很快 又开始在开花了 大自然的互动关系 除了人类介入 才变成有条件 有手球之外 大自然的整个互动关系 都是这样 你看 连一棵大树都在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无条件 无所求 什么叫做真正的爱 这个大树一般人觉得 它们是植物啊 没有什么啊 它存在着每一天 都在发挥它的生命意义 净化空气 散发出新鲜的氧气 保护水土 美化环境 有很多的树荫 让众生可以乘凉 所以你不要以为 它们没有生命 不要以为它们是无情 真的 我们对于生命观 要重新来认识 不能够用人类的 狭窄的这个人本主义 人类的这个立场 来看万物 真的要重新来看 要跳脱出 人类的这个角度 来整个客观的来看 我们才会看清 万物的生命实相 然后它们展现出来的 又是长高大 然后又有很多的树荫 来让人类可以成良 所以我们要去看到 连这些植物 它们呈现出来的 都是没有二元对立 平等心的来对待 男女对待不同的种族 平等心对待不同宗教 人一样 我们可以真诚真心的 对待万物的 我们真的一样 可以来到 无条件无所求 不要用那些不良居心 来对待动物 不要居心不良 对待别人 只要我们居心不良 对待动物 动物它觉得上当 受欺骗 他们就会怕人类 离开人类 同样的 如果我们有不良居心 伤害亲戚朋友 伤害家人 或是我们用错误的观念心态 来伤害我们的家人 他们也会想要离开了 真的 让我们学习 真正的慈悲 真正的大爱 真爱跟他们分享 那你看 我们要用真爱对待他们 他们一样会信任人类 如果我们居心不良 好 你在这里 我马上用东西 把你罩住 我逮到了 这是人类的野蛮 不诚信 所以真的 我们要提升上来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 跟万物 一种信任和谐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你快乐 我快乐 大家都快乐 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个护子 你看他的表情 以及他的手 是很小心地在拿 他可以感受到 你的诚心诚意 他也很快乐 再来 一只蝴蝶 这只蝴蝶 有一天 我在吃早餐的时候 有一只蝴蝶 过来到我的餐盘里面 来分享 如果我要抓他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 他就在我餐盘 但是我看他过来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善待他 爱护他 他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就让他吃 让他吃到他不吃为止 所以真的 我们可以善待 万物 大家就是一个真诚真心 所以我们迈向高等心灵 我们都是一家人 跟万物 来 和谐 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作所为为家人 地球真正要和谐 人与人 人与人之间要和谐 我们个人的生命要和谐 家庭和谐 我们与万物要和谐 当我们 当我们与万物和谐共处的时候 你看 人类只要不伤害他们 他们一样 都会很快乐地跟人类分享他们的快乐喜悦 包括这些鸟 他们都可以在没有恐惧的世界里面 他们可以活得很快乐 后面就很轻松地来分享他们的千知百态 你看 这是绿秀岩 你看 万物 真的 都是有灵 那能够拍到这么大 那是因为他们跟我都是蛮近距离的 所以你看 有没有很美 我们如果真的能够珍惜爱护万物的话 真的你可以处处都可以看到很美的世界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共创和谐的世界 共创和谐的社会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透过学习传统文化 透过心灵的进化 能够让我们的心灵真的逐渐的提升上来 来到真诚真心的善待我们的家人 善待一切人事物 这个社会一定会越来越温馨越和谐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